关键 蓝色方 蓝金黑水决金 红色方 火山 第二级 我们进入比赛 哦 看中路 哦 中路直接二闪顶了 顶到少寒 孙尔香 一丝血 没死 但是打掉孙尔香一个闪啊 对 孟兰这边的狂暴也消了 两边对于中路的抢夺 抢得非常凶 而这里 蓬蓬是自己感觉到了 中路没有看到蓝 赶紧回自家的野区啊 现在也是看到了蓬蓬的一个里程碑 达成了六百出场 对 六百小局 对 六百小局的出场 但是这一波 奥含的香伤被压回去了很伤 因为他本身是可以在对线上有一定的优势的 现在 河道之类也抢不了了 对 后倾线 这是因为两边对于中线的重视啊 第一波中线 决定了一些小的中立资源的归属 没错 第一波有可能就会造成击杀 如果说没有造成击杀 就像刚刚那样打一些血线 把你的状态压低了之后 然后再去做后续的节奏 对 整体上两边的打野都是一个和平开 而且都是自上而下 两边前期其实不会更多的去碰撞 起码要等到四级 尤其是对于博山第二级这边的大招流 那起码要等到牛魔寺 对 但Hero这边就不一定了 因为他可能都是小控制 要看东方这个点 因为他这局带着成击 看他什么时候动起来 目前东方这里的成击 估计都用来抢小野怪了 他其实带成形态 重处就被打了一步很多的斜向 星恒的闪现被逼了 网上军没啥 这可难办了 他四级那一波也不太好动啊 对 再讲到东方带逞这件事情 感觉更多的是跟五位作为一个换位置 因为五位后中期开始要开始代线了嘛 对 然后东方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打野 去正面跟孙并作为一个组合 碰龙反野都可以 没错 下路的话 孟兰有着等级上的优势 四级 打改 想抢 没抢到被孙并给拿到了 手短啊 等他走到那个野怪面前的时候 都已经被收掉了 一寸长一寸强 是 来我们看一下本局的试试预测 恒将一个人是站在南京黑入酒精这里 他说五位的紫金契约首胜就在今天 那也就是说恒将非常看好黑入这局 对对对 我刚刚 也了解到了 葛兵呢 他是整个大厂应该是看好南京黑入酒精的 啊 那就懂得是这个意思是吗 他跟我说的是黑入这局也太看好 啊 下路打得很凶 又被逼了个闪 看到阿改的一瞬间立马交闪 他被后续控到 对他主要是不敢保证因为阿改他的牛魔有说法的呀 我觉得他这么交闪是对的 对的 后边打团的时候你就要形成这样的一个意识 对面第一环控制到的时候必须要交闪躲了 对这个是真的 但是要回想一下阿改之前的牛魔 二技能顶完之后一个字一字抖动 好 那个闪现让你反应不过来 所以他也是求稳 那下车这个对线就有点裂了 特别裂了 现在也是做了一个换线啊 让王中军到了八月路去抗压 而上路 吴威这里得走了 梦七来了 但也确实你看是让吴威这个点 哎 中国顶过头了顶了塔下 对猪八戒一个大招 收下了一血 这波牛魔顶过头了 东方也是直接到了正面来 对 现在他就是一个蓝脸 然后我也是一个边路 因为他跟孙病的这个组合越早绑在一起 那个效果会越来越好 而且他们需要一个前排去探视野的 他们的阵容是只有单前排 来看一下 八戒蹲草先打了一套 这一个二技能强化普攻 改变了阿改二技能的一个施法方向 他是回顶 这个哥哥跟项羽的那个一技能 被猪八戒二技能强化普攻改变方向 是一个道理 就你理解赵怀珍的一技能就行了 他能够改变你的施法方向 对 跟项羽跟牛魔的一 项羽的一技能跟牛魔的二技能有点像 但他这个的原理是在于你的施法前摇太久 很容易被猪八戒强化普攻 然后我在给你控制的情况下 我是可以改变你的施法方向的 这就是猪八戒要玩的精啊 二技能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技能 你要把它当两个技能用 但这波有点闪开 一星闪开没溜住 就酷的这个二技能放的时机刚刚好 拉了个二技能 而清风这里 被打出了被动 他刚刚交了闪开 然后被黑肉抓住了机会 一波打残 这就是前面我们说的 只要你第一波开不到 那黑肉这个阵容就会变得非常灵活 他会尝试性的拉扯回来再打你一波 打不了再拉扯走 黑肉做了一波换线 但现在黑肉的节奏是更主动的 而第二技下有点被牵着走了 对 黑肉的核心还是要赶紧发育 两个核心 主要他们这把的输出都集中在了蓝和送上香身上 是 而4-3第二技他算是一个多核 他算是说核心多 但是真的到了中期那个时间点 我们说拼伤害的话 黑肉中期是不低的 因为无畏的这手蓝 包括凹含的这手香香 对 所以第二技现在要急的是在于 他们有闪有大的情况下 一定要尽可能的开团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中单的出装 鞋子不一样 其他的装备一样 对 心狠估计是想做一个辉玉 因为对面有吕布要跳他嘛 他可以躲很多的控制 对 那清风呢 他这个选择就多了 他的三个小件都可以分别合成三件装备 对 他可以转别的装备 先看东方猪八戒是一个让后点 这里在反蓝 蓝马虎被蓬蓬的梦奇给拿掉了 东方猪八戒这里要被吕布开了 吕布跳上去 所有人激活 奥含的所有将香齐 瞬间秒掉的同时还杀掉了一个猪八戒 但是五位这个位置是蹲掉了清风这个点 对 是一个绕后点 五位 蓝杀掉了一星 但是第二季的这个做法是对的 在这个时间点他必须要去逼团 就是拿你的资源或者是拿一些龙过来逼团 只要你过来守 你主动来开我了 那我一定会反手开你 就是利用大招强势期 对 跟你打一波 因为中期这个时间点对于第二季来讲一定要主动 他如果不主动的话往后拖 肯定是让孙并的体系更加成型了 不过我刚刚那一波也看到了第二季后期团战队要含的一个叮嘱啊 就是像是一个警告 对 你看他告诉了你后期这些都是你该受的 后期打团的画面我们已经有了一小部分了 大家看 本来是发现绕后想要去守这个篮 但这个篮瞬间被拿掉了 感觉想开有点想开 分上想往前翻滚 而且他离对面就只有不到一个闪现的位置 太近了他那个翻滚 很危险 他虽然想接猪八戒我能理解 但是你要想你才是死一位 八戒可以死 其实对于奥涵来说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很激进的射手 打把很激进的射手 所以他有时候会往前滚 想要去补伤害是正常能理解的 中路一心给大了 留住了孙上香和发戒 猪八戒先被秒 吕不跳大跳过去 孟奇配合上牛魔的控制 又把孙上香给秒掉了 阿改扛塔要死啊 看一下五位的一个绕后 然后逼出了一心的一个闪现 再扑进去有点打不动 孙并给了一个二技能赶紧救一下五位 但星恒这里被孟奇黏住了 红魔法极限的辉月 最终还是没能躲过一心的技能 收掉了这个人头 主要是这波连中一他也一起掉了 但还是那个点在于你没有闪现 因为被第二技给寄住了时间 而且东方他这局带的是逞机 他如果站位太靠前 孙并没有二技能接到他的情况下 就会造成脱节 猪八戒顶不住我能理解 但是一心那个大招 确确实实也留住了孙上香 对 在一心大招将要结束的 最后的一到两秒 旅步跳大了 现在孟兰的这首攻胜离 对位压了两千金击 很夸张 哎 碰碰的一个梦境环游 上去把红buff给抢到了 我感觉他转的时候 有点吓人的意思 确实把人给往后逼退了 他就是 但是他实际上想要抢的是这个红 就是拿资源 对 但经济拉得非常开 四千的总经济了 经济差太大了 这个中期就不像老王前面所说的 可能中期是第二届的枪势器了 对 因为他们在前期是刚刚提到的 他们要着急去抱团 去逼团 他们做到了 而且打出了很好的效果 刚刚也是看到五位的一个热点图 拉回来 想结冰冻 但是吕夫直接跳大了 没接上 现在对于黑肉来讲 难的点是在于 看五位 五位 这里有机会 推回来一个一星星没闪的 五位找了一波机会 造成了一个第二届的调点 这波很聪明 因为黑肉的双边兵线都是烈士 那与其这样 他们就选择在中度强行开一波 而且刚刚是利用了旅步被打残 触发了蓝的一个加速的被动 好凶 好凶 单杀了五位的蓝 自己还能回散 猪八戒想强切但是输出点跟不上 八戒可能也要被击杀 孟奇来了 跌倒了 有点葫芦娃救爷爷了 孟奇一个大招上去撞起了王昭军 王昭军 那个闪现想跑 顺便再给个二技能 在极限冻住孟奇 但是攻速力上去输出 再点残王昭军 不最近了 吕夫再跳个大招 大闪上去 避出了虽然声的闪现 奥韩觉得你没有附魔 想反打一个大招还差一枪 伤害不够 而上路的高地被佛深 第二只GK要拿掉了 现在十分钟的时间 十分钟刚出头 这一波孟兰找到机会 主动去追击了一波五位 我也叫那个苍穹 都没有能扛得住 对 觉得苍穹能顶得住 但是孟兰起了杀心 但是刚刚有说到 孟兰的经济非常的高 这波他还有红buff 黏住了 还有狂暴 而且五位身材是没有蓝的 所以他的CT被那么长 然后这个时候再上 你看旁边没有孙杀箱 只有王昭军 但凡你动不住都下不掉 主要是没伤害 对 伤害太低了 说的就是没有伤害 感觉Hero现在有点急 被打散了 本来是一个爆团阵容 牛魔 看一下独方 上去 配合上一星的伤害 再次击杀掉猪八点 真的你看就是正面 只要把这个团开起来之后 DRG会用各种别的技能 去把你的人逼退 甚至是留你后面的人 把你的阵型给打散 因为现在就是南京Hero 久经他的站位比较散 没有爆得很近 孙兵是接不到的 我现在觉得猪八姐 不能这么站位了 他现在 就是一张纸 他没经济了 他没有经济的来源 他的这个成绩也相当于废了 他其实要思考的点是在于 现在是逆谱 且自己带的不是闪现 一星又开团了 留住了孙兵 孟琪一个大招 撞上去有进化 解 伤害差一点 蓝推过来了 孟琪有机会冰冻住 在塔下造成了击杀 接了一波combo 给到了孙上下 九库这一波的进化太妙了 骗掉了 蓬蓬 蓬蓬还想追 那其实就都是有点上头 因为觉得这一波是个机会 能够杀掉对方的孙兵 想要去追击 但是也是看到了 Hero在这种情况下 找机会能力 觉得你这波追身了 那就反推回来接雷波combo 单点击杀 对 很关键 主要是把人头给到了奥韩 让他补了一点钱 还能反推一座塔 现在他就是在降速 对于Hero来讲 要降DRG的速度 不能让他压得太熊了 不能像前面一样 Hero把自己的阵型打散了 就是架可以打输 资源可以丢 但是防御塔不能掉太快 因为如果说防御塔掉的太快 Hero后面可能就不好守了 他现在要降的就是DRG 压塔的一个节奏 15位的经济并不低 对 他接近1万 伤害是有的 就看的是正面 能不能拉扯掉DRG的第一轮开团 但DRG其实他的开团也是取决于 他Hero的关键技能会不会交 对 这波还好 星恒是交闪 躲了一星的二技能 东方的位置 牛魔顶进去 找到人 他拉上去了 一技能往回走 但是正面 王庄击现在没秒了 牛魔打想拍两个 瞬间就双向给融化了 孟琪还在输出 再打2点几波之后 打死了出8点 吕布拿到人头 篮进去 强杀了一星 但自己也倒了 被团灭了这一波 打了一波一换5 下落可以顺着暗一之境 直接拿下比赛了 佛山第二季 一波一换5之后 先拔高地 没有人能够防守了 13分钟 22秒的时间让我们恭喜 佛山第二季 这道阵容对佛山第二季是再熟悉不过的阵容了 他们的牛魔交上吕布组合非常的熟悉 而且这一局拿到了像一星 还有孟琪的这个控制链 他们接的也非常好 而且是在于4级之后 他们感觉到有一点点劣势的情况下 并没有说 他们就开始稳定发育 而是主动去找机会 还是在中期的那几波架 第二季接赢了之后 这个经济滚得太开了 蓝区的那一波是一个开端 包括公孙尼的经济也是一个伏笔 上路那一波 单下掉蓝之后一路推到了高地 拿下了太大的优势了 是的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评论区的分析 有个点必须要说一下 其实就是第二季就我们也都知道 就是之前包括听泽 就是他们主教练有说过 就是第二季的整体的训练赛 他们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很凶狠 非常凶狠的一套就是阵容的一个 一个理解和打法 对就很明显你能感觉到这把就是 第二季火力全开 但是他不是说我所有人可能我所有人 都在一个点上去去打很多的胸盒 我有很多的小节奏 对 很多的小combo形成的非常的机敏 就甚至是每一个单点的选手他都能出节奏 对 所以就在就是我就换到这样一个第二倍战间之后 就其实对于整体第二季可能他们自己就 会进入到自己平时训练赛的那个状态 到了这个副舞台我觉得就还是我们说的就是 刚才我们在赛中的时候有说就是 第二季这个阵容是非常吃团战画面的 对 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无论是小规模的操作 还是大的团战画面 确实都让他们打出来了 中间确实就是你也能看到无畏有几波 是找到了一个机会 然后去做了一部分的止损 我只能说做了一部分的止损 但是很可惜 紫荆契约的首胜 对于无畏的紫荆契约的首胜 不是今天 这个其实很有这套阵容他特别怕第二季这么打 就是你一旦转不出来 孙命的作用就无限下降 你没有办法第一波拉开身位 你没有办法骗到第一波的一个大招combo 那么 框进去的那个人一定会死 而且旧的人也一定会死 因为你像你这里有异星 吕布还有牛魔像是三个点 可以做一个开团点 那么说来两个如果能留住的话 剩下那个人就等着尾点打圆就好了 对 孟奇也可以开团 是的 这个阵容确实就是像刚才说的 你一旦有一个人你中了一个技能 你后面可能就很容易跑不掉 而且还有这把就有一 也有一波机会 就在蓝区其实猪八戒落的位置 还蛮好的 那波我以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第二季这边反应很快啊 他立马就把身位拉开了呀 所以你其实猪的那个落点反倒成为了 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就是成了一个 中编了你进来的那个位置被对方围住了 对 这盘确实整个第二季打出了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这把他们主要就是拼的一个手法 他们要的是就突出的就是一个开团的准确率和激活能力 确实也打出来了 我们也看到了孟兰 孟兰在拿到了公孙黎之后 他三把打得好凶啊 那个鱼姬 然后这把公孙黎也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击杀的表现 而且又有队友给到一个拆火 猪八戒虽然矿到了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做一个击杀 对 其实有的时候就这场看完 也还是有个感触吧 就一直都在说 就包括我一直在吐槽瓶子说的那个 就在有一场就包括第二季在这个赛季的首秀的时候 瓶子就说是看了他们的整体的训练赛 对于这个版本的理解还是很透彻的 但我觉得第二季没有什么额外的理解 他就是不服就是干 就体现在孟兰的这个点 131就在这个版本 其实是不那么常见的 其实本身131也是他们这一整局唯一出现失误的地方 你上下都在带线中路赶得那么占位 但我觉得这就是DR季嘛 对吧 这就是DR季 DR季就一直以来就是用这样的风格征服观众 那种征服我们 是的 这个孟兰的公孙黎 太夸张了 对吧 确实给他打出来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还有话又说回来 谁能想到第一轮的DR季 也是孟兰的公孙黎 整体的发挥就是不那么稳定 是的 就我刚才还提到了 就上一场 他的公孙黎还是连续死了好几次 所以实际上 他在第一局他的鱼姬这么浪的情况下 还在想对面是一个孙秘转现很快的情况下 看他能不能调整心态 但是这一局他给我们展现出来 是跟第一阶段完全不同的 没什么样的调整的对他们来讲感觉 就是硬出节奏 我觉得与其说的调整 不如说是恢复正常 比较准确一点 因为他们确实打RW那场打得非常好 但后面打的就很奇怪了 这局其实命令到的问题太多了 比如说Hero命令到的问题 比如说猪八戒整体 并没有吃到孙命二技能的一个情况下 抬速你的血线抬不上来 第二是你根本就没有等到孙命的强势期的到来 直接游戏被终结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难题还蛮烦的 就是现在对于Hero来说 我觉得这个难题挺严峻的 就是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从第一阶段的时候 第二季给大家展现出来的一个态度 好像是说他们有一点点不稳定 然后跟这个A4组头部的队伍 好像跟以前所谓的四大天王里面差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今天他们展现出来 就是还是那个第二季 对 很恐怖的一种压制礼吧 但是现在我觉得Hero怎么办 怎么解 我觉得Hero Hero现在对于他们来讲 就这盘上我倒没有说是说觉得 怎么说 这盘就完全被第二季操作了 但是而且确实能看出来在这盘里面 两边的一个主动性是不强的 但是我想提到的点不在于这个 我觉得这把紫禁契约拿太早了 我说可以出 可以出 但不是一楼抢 可以出 我觉得这个点的话 你一楼尤其蓝色黄一楼 现在 我觉得你现在看到现在比赛有多少是一楼出来的 除非说是打到第五局没打野了 我要抢个这个英雄 因为现在的整个的T级大家也看到了 战士也就是这么强势 就像就强如梦奇这样的英雄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出 但是一楼拿确实比较困难 然后也把整体的一个节奏上 可能说如果说这把Hero作为蓝色方 能够在一楼抢到更加强势的其他的英雄 你说真的 你现在的BP的格局可能都搬不到蓝身上 你看他这把他自己为了拿蓝 然后第二轮BP他搬掉了弓本 搬掉了腰 还有一个梦奇 就是你这个点可能在对抗强度上 确实这个版本暂时太强了 尤其是第二季他这把 基本上把前期对抗能力强的英雄全都干掉了 对我觉得包括蓝 包括镜 包括像上一把我们上一局 比如我们看到一些露娜 其实他有种就是 战士就是很厉害的 对高风险就是高收益 其实对刺客来讲可能是这样 但是其实对于像孟奇像工本 他们也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 但是他们天然的坦度 其实给到他们在团队当中的容错率 就是要比一些包括像晋篮要高那么一点 对 就这把你能明显感觉到 不管你怎么操作 你是可以 就是五位有几拨确实也还蛮关键的 但是你达出来的一个整体的 对他的声音是没有对面的孟奇这么大的 他的声音能不能带着队友声音一起搭起来 是个关键 因为孟奇这个英雄大致的压迫感很强 我搭到你脸上 我给你一个一技能 挠你两下你就必须得全部人往外走 所以现在你看刘邦大部分都会去 蓝一半基本上就会去搭一个刘邦 虽然说蓝自己可能在四级的这个阶段不强 但是刘邦蓝这个组合一旦到四级之后 刘邦的声音是很大的 刘邦这个英雄倒四声音可太大了 然后就通过前面的一个对抗 就能帮他开出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版本 会有更多的一个刘邦蓝线传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吧 但是还是说这把这把黑肉BP做到这了 我们也讨论了黑肉是有赢的画面的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说第二季他们前期 把自己的手法也好 把自己的控制也好交的更完美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而且就我们也知道牛魔在这个版本 确实是一个很好打前龙骑节奏的一点 主要是阿给的牛魔 是 那在这局 这局打完之后 两个觉得就第二季下一局 会不会还是用一个前龙骑可能强度很高的一套劲 我觉得以他们今天的状态来看的话 就肯定是持续这个方向 因为其实我一直认为 就是选手在不同的比赛场次上面 他当天的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能达到多少分 就目前而言看起来整个第二季上面 他们肯定是八分往上走的 全员 那么既然你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条件 那肯定我就是前中期要很强 我就是要把你压倒死 我觉得黑肉下一把选来做赵怀珍的阵容 做那个蒙田的阵容 因为第二季的吕布已经是用过了 明显我觉得看过黑肉的比赛 大家应该知道是要在第一轮 他们最近的比赛里面 他们的蒙田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 包括他们也会很扎实 尤其像刚才那个猪八戒 基本上是被对面的康帽直接摧毁掉了 对 所以说蒙田这个点 有可能是他们比较想去要的一个点 而且对手吕布也用了 对 而且本局有一个人员轮换铃铛换奥涵 那就要防一守守约了 那不光是守约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守约露娜加蒙田 对 对 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就看看这局第二季这边怎么来处理 我觉得没干将了 放心就好了 我觉得有一说一 应该则今天不会投铁吧 他今天前两把的BP说真的 比他前面比他第一轮做的BP要扎实 是 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包括就从阵容的强度 考虑到选手的手法 就是综合很全面 就他的一个BP的这个高度很全面 所以我觉得铃铛的这个守约 应该不会就是放就轻易的放给就是 或者说我很早就会去拿到一个沈梦西或者周瑜 你也就不会出守约了 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 对 而且就是我觉得Hero这样的一个轮换是 则这边需要做一个地方 其次我是觉得在今天我们在赛前其实又聊一个话题 就到了第二轮我们必须要考虑到BO7的存在了 因为不管说你在目前我们知道S组的这两支队伍 其实整体如果这局赢了就他们在第二轮开的这个势头是很好的 但一旦可能陷入到一些不好的局面之后 你需要去考虑到这个卡维赛你到底要自己怎么处理 卡维赛的体系巅峰赛的对决的阵容 你到底练不练练哪套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Hero实际上还好 我觉得Hero虽然你感觉他这一套首发刚刚组 但是实际上九折一直以来的BP思路就是从来不是随之基硬面 九折的BP思路一直是一套一套的 我可能说有的就是拿熟练度去击败你的这个临场的counter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 只要我不是那种7-3开的 我哪怕6-4开对于熟练度更高的他们都是有机会去 对以不变形万变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同样未来电竞期间成就王者表现 感谢官方比赛用机iQ11月想操控开启电竞市销新纪元 青阳喜护界的王者品牌征战峡谷 静爽耀眼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青阳陪你站上世界之巅 当超会玩的KPL职业电竞联手超会送的电竞赞助商美团外卖 你们别送我来送 杭州亚运会倒数200天 王者荣耀亚运版本为美好亚运加油 王者荣耀亚运版本即将作为正式竞赛项目登上杭州亚运会的舞台 首批亚运电竞特许商品也于3月7日正式上线 欢迎各位前往线上杭州亚运会官方旗舰店 线下北京工美大厦杭州亚运会特许零售店进行选购 好比赛马上开始稍时休息一会回来